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小到大 你一直觉得我不是你轻生的 从来不把我当儿子看 想打就打 想骂就骂 现在你发现我是你亲生的 感觉好吗 虽然过去 我没有把你当 亲生骨肉一样对待 但我还是尽了努力了 我打你 骂你 是我觉得你不成气 我现在认为我唯一愧对你的 就是没有全身心的 对你的关爱 现在事情一切都清楚了 你回来了 我们一家人 就好好过日子吧 我现在怎么回去 我要怎么面对妈妈 她要怎么看待我 我是有家不能回 不 准确地说 说我根本不知道我的家在哪儿 你当初为什么要做对不起我妈的事 那是一次意外 事情现在闹成这个样子 我心里会好过吗 我家在哪儿 一鸣啊 如果你真的爱锦绣 如果你心里怀着 对她像亲妈妈一样的感情 你就跟我回去 我们携手共渡现在的难关 如果这件事挺过去了 我们不管实质上 精神上 我们都能真正地成为一家人 我要尽我所能 在以后的日子里 弥补我过去对你的疏漏 一家人 说得到清楚 我拿什么身份 跟你们成为一家人 我可是你跟陈璐的私生子 我妈看见我就会想起 你背叛她的事情 我觉得我只要出现 就是一种残忍 你可以选择伤害她 但是我不能 因为她是这个家里 唯一一个全心全意爱我的人 我不能伤她的心 那你是什么意思 永远就不回去了吗 就此跟我们告别吗 我不知道 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 你要给我机会 弥补我的过失 她完了 这个家 已经被你毁了 你竟不回来 你还没想到 你又要不回来了 你还没想到 你去就去看 我这家里 你还没想到 我那是你 我这家里 相机 你 你 我这家里 喂 喂 老君 这么快就查到了吗 已经查到了 李夏希和李东旭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 同年同月同日生 怎么会这么巧啊 还有更巧的 李夏希在高中的时候 是很有名的双胞胎 双胞胎 他们两个人扑着兄妹吧 是的 李夏希是李东旭的双胞胎姐姐 老婆俩 我回来了 来 还有没新的单子 老李啊 我想跟您说件事啊 什么事 来 这个先拿着 这个月的工资 还不到发工资的时候啊 你来之前呢 我也跟你说过 我这儿啊 就想请个年轻人来送外卖 刚好呢 昨天有几个年轻人来应聘了 所以啊 不好意思 就请你做到今天为止吧 好 谢谢 好 好 谢谢 那谢谢你了老李 我走了 再见啊 再见 爸 你怎么那么早就下班了 今天生意不大好 最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叫外卖的人越来越少了 老板娘就让我回来早点休息 早点休息 不就是失业吗 你这乌鸦嘴 你就巴不得我早点失业好是吧 没有 我话说回来了 就算我这家不做了 像我这种外卖骨干 走哪儿还不都是抢手货 抢手货 对对对 抢手货 家里正需要你呢 走吧 李夏夕 你不是说你是孤儿吗 原来你把你爸爸和你弟弟藏在这儿 妈 您别难过了 你看你眼睛都哭肿了 来 拿冰赶紧退 不要 不要 我这是个蠢女人 这是个蠢女人 我都没有脸见女儿了 妈 妈 这个事情你是无辜的 我坚决站在你这边 要怪啊 就怪陈璐 怪我爸 他们才是一伙的 对 他们是一伙的 陈璐 一鸣 还有江天昊 他们是一伙的 他们是一家人 而我才是局外人是编外人 不是 妈 你误会我的意思 我不是那个意思 妈 你别难过了 妈 好了好了 你别劝我了 让我好好的一个人 哭哭 哭一下我难过死了 你回房去吧 你回房去吧 夏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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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怎么了 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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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夏夕 你说 陈璐 一鸣也黑江天昊 他们是一伙的 他们是一家人的 我怎么办 你说我怎么办呀 夏夕 我好怕呀 夏夕 我怎么办 妈 我懂的 你别难过了 哥 你回来了 妈怎么样了 有一鸣的消息了吗 我刚刚在一鸣同学家里面 找到他了 但是他心情还是有点不舒服 所以我让他多在那儿住几天 知道一鸣的身世 虽然有点别扭 但是不管怎么说 他也是无辜的 像这种从小一起 找到大的感情 是没有办法替代的 看了妈心里那道坎儿 一时半会儿还过不去 小心 跟我上来一趟 一把水给妈送去 你为了让妈宽心才那么说的 是 妈虽然嘴硬 可是心里肯定还是担心一鸣 她只是被人给欺骗了 心里绕不过这道弯来 原来被人欺骗 是这样的感受 现在当务之急还是要找到一鸣 可是她电话不接 手机的信息和微信也不回 像航班失联了一样 她身上没有钱 能去哪儿呢 得让爸爸多找一些人 到处帮忙去找一找 来吧 好 这个姜挺好 她以为用白金卡就可以把我收买吗 这次是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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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这个世上 最少最少的人 我就是这个世上 你花不了我全部的爱 全部的心血 把你扶养长大 居然我没发现 你的眼神跟成龙那么像 我真是傻瓜 我真是傻女人 对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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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我 好 欢迎光临 你好 我是来看我爸爸的 李国良是在这儿工作吗 你是老李的女儿是吧 我是他儿媳了 他不在这儿干了 老李啊 嗯 是不是你的儿媳妇 不怎么孝顺你啊 你怎么天天在外面吃泡面呢 胡说 我没跟你说过 我最喜欢吃泡面了 你得了吧 我看啊 你那儿媳妇 就是没把你放在心上 你看看啊 我家那个儿媳妇 那是每天给他娘家 打一次电话 问寒问暖 那才叫孝顺啊 是是是 你的儿媳妇是最孝顺的 好吧 你就没吃过泡面了 什么我没吃过泡面 我吃过 但没像你这样的呀 我儿媳妇也打电话来了 喂 喂 爸 你在哪儿呢 我在外边送外卖啊 送外卖 你在哪儿送外卖啊 我找你 我到处乱跑的 你到哪儿去找我 爸 我一定找得到你的 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因为我有超强的滴柳感 知道爸爸您在这儿 所以给您送午餐来了 这还真多事啊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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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刘 整得跟满汉全席似的 好吧 既然你都拿来了 咱们一块儿吧 来来来 你们吃 你们吃 好 不吃了 那这个麻烦您一下 您要喜欢的话 您就吃了吧 去 爸 筷子 说真的 佳元 真的不需要这么麻烦的 爸 人家都说了 早餐要吃得饱 午餐吃得好 您不能就这样凑乎他 其实我现在也没有什么正事 我知道 你知道 我知道爸爸您不做那份工作了 真是太好了 好什么 这样以后你就可以天天在家里 舒舒服服地休息 顺便还可以叫我做做家务 我每天待在家里边 不会让你觉得不方便吗 爸 您因为我 天天在外面这样躲着 会让我觉得很内疚的 既然我是您的儿媳妇 叫您生爸 我就算是您半个女儿了 您会因为跟女儿单独相处 而感到不自在吗 不会啊 所以啊 说真的 我也好久好久 没有跟女儿一起相处的经验了 没有跟女儿一起相处的经验了 那你就把我当做您的娶女儿 我们从头开始 好 我就把你当我的女儿 这也算是老天爷给我另外一次 当好爸爸的机会了 爸 您吃 好 好 来 跟爸爸一起来吃 来 好 好 您吃红烧肉 嗯 这个红烧肉好像有一点嚼力 不是有一点 不是有一点 这是荷包蛋还是韭菜盒子 我看以后家里面做菜的事还是交给我吧 爸 干脆你以后教我好了 好 交给你也行 嗯 但是你得缴学费 嗯 爸 吃 嗯 您吃肉 还让我吃这个 您吃菜 您吃菜 好好好 您不吃菜 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难 做这个红烧肉啊 一定要选带皮的五花肉 在下锅之前呢 一定要先在油里边炸它一下 把里边的猪油给炸出来 这样肉吃起来才不会太腻 然后放上一点冰糖 冰糖的作用呢 是让这个肉看起来能有光泽 色的更漂亮 然后倒点酱油 酱油可别加多 而且动作要快 慢的话它就会浮了 差不多了 真是活到老学到老 我现在真觉得做饭就像变魔术一样 只要把不同的调料放在一起 就会变换出不同的味道 爸 你在家真好 要不要尝尝它 我 我可以吗 当然可以 谢谢爸 慢一点 烫过 怎么样 太好吃了 恭喜哥一定会吃很多的 我说你怎么就这么喜欢我们家东旭啊 他也不是一个特别会体骗人的老公啊 爸 你知道吗 在一百个暗恋的人当中只能乘一个 我 我就是那百分之一的幸运儿 更何况 我的运气简直就是买一送一 有一个男神当老公 还有一个像您这么好的爸爸 我要是再不珍惜的话 我就应该发配到雷锋塔去修炼他 傻丫头 好好吃啊 再来一块 这么丢人的事情 他居然告诉你们 天昊的脾气你又不是不了解 死要灭地活受罪 这次他是知道自己错了 他是担心这个家要散了 否则他是不会跟我诉苦的 我支持你啊 趁这个机会好好地教训教训他 但是一鸣没什么错 你还是应该先找他吧 可是我咽不下这口气 我不找 你看你看你看 你不是一卡通吗 一刷卡气就通了 你看看你现在 百货公司都给你搬回来了 你气还没消啊 以前啊我这儿一买这些东西 气就没了 可是这一次就是不一样 就是买了那么多东西 刷了那么多次卡 还是不舒服 这胸口啊好像有个爪子 抓啊抓啊抓啊 好痛啊 我每天是吃不下饭 睡不着 要不你就出去走走散散心 是 你看你要一天在家待着的话 会闷出病来的 我到哪儿去散醒啊 以前不高兴的时候 我们家医民就哄着我 带我出去玩 现在 好 我这边没问题了 再给法务部门看一看 如果没问题的话 就可以签约了 好 实在不好意思 我今天还是有些事情 就不能陪你吃饭了 义宾 你也未免太小查我宅倩了吧 我是那种非要蹭晕饭的人吗 那你有什么事啊 我就是想问问你 到底有没有后悔结婚 你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就是最近我去乡了几次亲 发现呢我自己得了一种病 这种病叫做爱无能 也叫做婚姻恐惧症 所以我就是想问问你 你说两个人要靠什么样的感觉 什么样的信任 才能走到一起 这人和人不一样吧 我在律师事务所所看到的李夏希 她虽然是个孤儿 虽然一无所有 但是呢她总是觉得 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女人 所有世界上最好的一切 她都赔得上 是不是就因为这样 所以你才喜欢她 所以你才喜欢她 不光是这样 那就是因为李夏希的神秘感了 她从来不跟任何人交心 而且对她的过去 也是闭口不谈 好像是有秘密的女人 是不是这样的女人 你们男人都很喜欢呀 不过我觉得这样的神秘感呀 也带有危险性 你说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睡在你身边的女人 跟你自己想象的不一样 那你该怎么办 戴倩 咱们俩不是在聊你吗 你为什么总提李夏希呢 没有啊 我就是想象你们俩一样 故事幸福的生活 想象李夏希一样 有着对男人致命的吸引力 乙斌 你三年前跟我说过 李夏希是一个让你 又能哭又能笑的女人 现在还是那样的 你是想问我 她为什么那么有魅力吧 好啊 我可以告诉你 因为她是李夏希 只要她是李夏希 就是我用生命去爱的女人 不管是谁 只要她想在从中作梗 来破坏我们的感情 我绝对不会轻饶她 我永远都不会再见这个人 连约也不会跟她歉 owns 你 他 是 她 这孩子到底在干什么呀 为什么不用信用卡了呢 真的不错 你看 看什么呢 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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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鸣 你可以二十四小时随时召唤我 妈妈 一鸣 怎么了 没事 你们继续吃 喂 喂 喂 是一鸣吗 您好 我是姜董的新任秘书 姜董想请您来公司一趟 一共两百七十五 我现在没带钱 你们先给一下吧 你有多少 七十五 你们身上还有钱吗 你们先借我一点 我过几天罚你们 你没有说你这两天怎么了 我看你这衣服也好几天没换了 脸色都那么差 你是不是跟你家里人弄 不借就不借嘛 哪儿那么多废话 有秘鸣的消息了吗 陈璐啊 你一鸣的事情从今往后与你无关 你把公司的事交代一下 就离开这个城市吧 这张支票给你 开个什么咖啡馆啊 小旅馆的 够你这辈子衣食无忧了 你收拾吧 一鸣呢 一鸣回家了吗 一鸣等你离开 一鸣的妈妈才会安心 一鸣才会回来 我才是一鸣的妈妈 陈璐 江东 现在一鸣的妈妈是我 我的顾虑是对的 徐姐不会再接受一鸣 她甚至都不关心一鸣的死活 她都没去找孩子 把这件事变成一餐糟的是你 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呀 我一时喜欢江东 偷偷生下了一鸣 还把一鸣 送到江东家里 是我不对 是 但是 现在一切都调明了 我要正当行使我做母亲的权利 我不会离开 你 我真没有想到 你是一个做事不考虑后果的人哪 江东 我的事情 我自己会安排 不用你操心 你真正应该操心的 是一鸣 是一鸣 他这几天都没有使用信用卡了 我都不知道这个孩子 是怎么活的 怎么回事啊 说说吧 警察同志啊 明明是他走路撞了我们 不但不道歉还动手打人 你看把我们打的 这种事情我们一定不能和解 一定要给这家伙一个教训看看 我劝你们啊还是和解得好 为什么呀 他动手打你们 他不对 但是你们也还手了呀 性质就变了 根据治安管理处划法 你们也就要接受处理的 我们伤势比他重 就算判下来 也是他去了久 是你们开口心骂我妈的 你懂不懂法呀 这种情况当然是谁伤得重 谁有理了 你懂法啊 你懂法还打架 你们是不是骂人母亲了 我没骂 敢说不敢承认是吗 你不是说我有人生没人养吗 你不是骂我妈死了吗 你要不爽可以告我们呀 凭什么打人呀 我打了就行行行 说 一鸣 你在哪里呀 嫂子 你在哪儿啊 市面还有其他人吗 我在单位 我一个人 你在哪里 出什么事了吗 你不要告诉我妈 我现在在警察局 一鸣出事了 赶快来警察局一趟 一鸣 大家都很担心你 跟我回去吧 不是了 这就给你添麻烦了 我会把你们紧的 她们也不认可 她们不是沿着 我说她呢 我不是一个人 你不认为她 怎么都听不懂 你我们担心吗 这边你会给我们 我不行 你怎么说 奶奶 你听见会伤心的 我妈她已经不要我了 她出来这么多天 她没有给我 打过一个电话 也没有找过我 那天我特别想她 我就回到了家楼下 她从我旁边 走过去的时候 也没有叫我上去 在我妈心里 我已经不是她儿子了 一鸣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 妈妈也需要一些时间 来接受这一切 嫂子向你保证 妈妈还是像以前一样爱你 否则 她怎么会像现在这样 失魂落魄呢 嫂子 嫂子 我觉得我特别混蛋 从小到大 我就特别不听话 每天闯祸 让我妈担心受罢 我怕过不了好日子 可是现在呢 现在她看见我 就会想起那些 让她伤心的事情 我根本不知道 怎么面对她 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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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鸽殼壳找到你了 这身上怎么一股臭味呢 是不是一直睡天桥来着 家里大床在向你招手呢 跟我回家吧 走 走 不 不回去 你干吗不回去啊 你干吗不回去啊 江一鸣 我现在可是代表一家五口 来邀请你的 如果你不回家的话 就博了全家人的面子 走 不 我不能跟你们回去 我根本不知道 怎么面对大家 怎么面对我妈 你们放开我 你们不要逼我行不行吗 放开我 放开我 一鸣 走 咪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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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你最愛吃的 咪咪咪咪有事好說好商量 你可千萬別大呼小叫她 你這個人哭的人 可怕的人 沒有責任性的人 一年在街上 已經等了好幾天了 你為什麼不去找她 好歹 她也叫了你二十多年的爹了 我 我哪敢情侣发动啊 你让我找我就去找 你不想让我找 我也不能给你添堵啊 瞒着我 偷偷摸摸了 做了那么多的事 你现在找一鸣 居然经过我的同意 那 那我去找 不许找 要找也是我去找 不要亲自把一鸣找到 然后 我要让他跟程如在一起 送到火星上去 你们这些人啊 怎么可以这样啊 如果想瞒这个 就瞒我一辈子啊 怎么那么残忍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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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 爱你不是淡淡几句 无法说清三言两语 两个人在一起 哪怕是坏天气 都能够开开心心多余 傻得可以 傻得可以 你却总是有故意让我生气 我们的爱情有些像风雨 我也会感觉那么甜蜜 傻得可以 傻得可以 情不自禁的对你发发脾气 我们的爱情不在乎风雨 谁叫我这么样的爱你 爱你 傻得可以 傻得可以 情不自禁的对你发发脾气 我们的爱情不在乎风雨 谁叫我这么样的爱你 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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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